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近日,任佳伦的粉丝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全新的综艺节目嗨放岛上 任佳伦首次亮相并与观众分享了他最近的动态 当被问及从哪里出发来到节目现场时 任佳伦风趣地回答道 当然是横电了 那里可是我的常驻的 这一回答引发了观众们的热烈反应 也让人们不禁感慨 这位长年待在横电的演员终于有机会走出来与大家见面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 任佳伦几乎将整个演艺生涯都投入到横电这个影视基地 从无忧度到凤凰台上 再到即将定当的流水迢迢 任佳伦一直以不懈地努力为观众带来一部不经典的作品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被赋予了丰富的灵魂 展现出他身后的表演功力 流水迢迢作为任佳伦时隔三年的又一部古装力作 备受期待 这部剧中 他饰演的魏昭是一个人鲁头生 隐忍深沉的人物 而这与他在横电多年锤炼出的演技正是完美契合 魏昭这个角色既有勇有谋 又颜值在线 还带着几分风批气质 这让粉丝们对这部剧的期待值瞬间拉满 此外 任佳伦的另一部作品凤凰台上也在不久前刚刚杀青 这部作品同样在横电取景展现了他对古装剧的驾驭能力 而粉丝们最为关注的无忧度 则是任佳伦早前的一部古装剧 如今也在不断积攒人气 横电这片热土见证了任佳伦的成长与蜕变 他将古装剧的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 他还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了横电的劳模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与专业性 如今 他带着流水迢迢即将与观众见面 这部剧即是对他过去三年沉淀的总结 也将是他未来新征程的起点 对于任佳伦的粉丝而言 等待他的新作上映无疑是一场漫长的期待 但这种期待却从未落空 每一次任佳伦的出现都会带来惊喜与感动 而这一次也不例外 我们相信 这位古装天花板级的演员 将继续为观众带来一场场试听盛宴 而流水迢迢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作品之一 随着流水迢迢的定档日期临近 粉丝们的热情也逐渐高涨 任佳伦用他的专业和敬业 展现了古装剧中的无限可能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部新剧将在影评上掀起一阵古装剧的热潮 而任佳伦也将再一次用他的实力证明 他才是古装剧的真正王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